人类维持身体健康的不二法门 而这套方法用在家畜身上 好处还挺多的 在中国湖南省的宁乡县 就有村民每天将他们饲养的猪 赶到三米高的跳台 训练猪大哥跳水 结果这些猪大哥不止免疫力和生长速度提高了 肉质和口感也明显的改善 让跳水猪在市场卖出高出三倍的价钱 马上带你去了解情况 镜头前的一只只大肥猪 列队从三米高的跳水台一跃而下 尽管有些惊慌 不过跳水后这些猪大哥都变成游泳健将 停着彼此熟练的滑到岸边 有人称他们是跳水猪 也有人笑称他们是跳水的猪八戒 这个创意点资不仅成为当地旅游业的一个新卖点 也顺带提高了猪肉的品质和价格 就是增加猪的运动量 让猪自身抵抗力增强 少打折 少吃药 让它健康的为我们提供优质的 安全的猪肉 跳水猪因为长期运动消耗大量脂肪 所以长出更多瘦肉 这个道理就人类通过运动减肥 消耗卡路里一样 不过专家认为虽然跳水猪更有口感 但不会因此变得更有营养 什么어주 pointed